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负数挂绝对值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数呢 你给它挂绝对值就是取正的意思 那时数挂绝对值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呢 这个时数呢 它靠近远点的距离 譬如说负5 负5你给它挂绝对值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正5 那这个正5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负5这个点呢 到远点的距离 到远点的距离 那么负数的绝对值呢 也有这样子的性质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个负数呢 它是x加yi 那么这个负数的绝对值呢 就定义成是这样子 就是把x平方y平方相加开根号 十步加虚步平方 十步平方加虚步平方开根号 那这个在几何含义上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就假设呢 这个z这个点 x加yi 它是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地方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一段 它的这个长度 就是呢 x或者负x 看x的正负 那y呢 这一段的长度就是y 所以呢 你如果把呢 x平方 不管它是正的负的平方以后都变正的 那把y呢平方以后呢 那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这个绝对值的含义 绝对值z的含义呢 就是这个斜边的含义 也就是x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根据三高定理或必是定理 两股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开根号 那么这个就把它定义成是绝对值的z 就把它定义成绝对值的z 那所以这个绝对值的z呢 在几何上的含义呢 就是负数平面上z这个点 到哪一点呢 到远点的距离 负数平面这个点呢 到远点的这一段长度 这个就是所谓的z 这是所谓的z